2019年全国两会上,5G成为热议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 向大家描述了未来的5G生活 清晨啊,我们5G卤油器,悦耳的声音叫醒你 然后呢,感知你在床垫上翻动的次数 感知你的睡眠质量 然后连接咖啡机自动给你呈送一杯浓淡相宜的咖啡 在你喝完咖啡,吃完早餐之后啊 自动的帮你预约一台无人驾驶汽车 自动的帮你规划一条最不拥堵的路线 5G生活如此智能,那么啥是5G呢? 5G网络是指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 其主要特点就是网速快 最快可实现三秒下载一部一季的视频 据悉,中国三大运营商已在北京、重庆、上海、广州等城市 开展了场外测试或5G试点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视剧的人 我希望用了5G之后我的下载速度会变得更快 像我自己平时是个体育迷 喜欢经常看下体育直播 但有时候现在的网络很容易出现一些卡顿的问题 希望有了5G之后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吧 5G的应用无疑为移动视频带来了广阔前景 不少手机开发商也看着了这门生意 接连发布了可折叠屏5G手机 打开设备可用作平板电脑 合上设备即是小巧的手机 兼具工作与娱乐功能 下半年5G手机会零星的上市 大规模的要等到明年两会这个时候 届时大家就可以享受到高带宽 高质量 高体验 高智能的5G业务 助力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 此外 5G的应用还为无人驾驶提供了技术支持 2018年年底 重庆首个5G试验区亮相 在5G试验区应用展示大厅 工作人员展示了5G远程驾驶 这个是5G的一个远程驾驶 它将车辆上安装摄像头 将摄像头采取了视频信息和传感机信息 通过我们的5G网络 传回到我们的空间控制台 同时通过5G网络 将空间控制台下发的指令传到车辆 实现了人在室内 车在室外 而对车辆进行一个远程控制 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5G的大带框 低实验和高可靠性才可以实现 这是5G网络一个典型应用 现场工作人员通过遥控的方式 驾驶相隔27公里远的一台无人驾驶汽车 并可实现平稳安全行驶 基于5G不仅实现了远程驾驶 还实现了远程医疗 医生可以通过远程医疗设备 对千里之外的病人实施精准的判断和治疗 如果是4G或3G 甚至2G的一个水平的话 它那个操作是会有延时的 如果那个手感的传递过来有延时的话 你这个判断就不准确 现在根据中国移动提供的信息 是0.001毫秒的延时 几乎是我们感受不到的延时 像我们这边的一个医院的一个专家 超生的专家 就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 进行一个在线的检查和诊断 可以说5G的应用 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让我们越来越体会到 智能带来的便利 我觉得现有的行业的影响 就非常的大 对通讯 IoT 无闻驾驶 包括哪怕像电视台4K和8K的节目 偏远的传输 我觉得都有重大影响 5G 它的特点是快捷 而且是大容量 作为我们北斗 两个接合以后 跟我们的一些智能继续的接合 包括大数据 云平台等等 跟这些数据的一些接合以后 它可能产生一些很多新的业态 比方说 我们的今后形成的智能城市 或者智能制造等等 这些方面 它可能有一些新的业态 在不断地产生 5G生活到底有多智能 如今的畅想能否成为日常现实 让我们拭目以待